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错人了 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们客观独立第三方 这都是谣言 请不要往我脑袋上扣帽 科技美学团队及全体粉丝 对武汉市慈善事业大力支持 10万元人民币 那么传闻小米入股科技美学 是怎么一回事呢 科技美学大言到底包养了吗 小米为君 顺为资本 投资极客公园又投资了科技美学 怕舆论扩大对咱们不利 唯一可以与认可的网站 就是漫步牧羊人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是拿言自然人股东 名字叫做张鹏 小米公司和漫步牧羊人公司 连接到一起 而我又是漫步牧羊人公司的富得人 我拿了小米的投资 我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 也没有跟大家来澄清 跟大家诚实的道歉 是我对不起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原谅我 能原谅我的同学请打一个1 不能原谅我的同学请打一个2 还有一些隐瞒的事情 BAT 京东 360 今日头条 我们还接受了华为的 我现在接了三星这样的手机公司 我就是对不起观众们